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在莫斯科发表国情资文 据俄新社21日报道 谈及特别军事行动 普京称 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是不可能的 罗媒 普京称俄多年来一直准备与西方对话 但被忽视拒绝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新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在莫斯科发表国情资文时称 俄罗斯曾准备与西方进行建设性对话 并多年来一直建议在联合安全架构下进行合作 也一直表示准备与西方对话 但遭到了忽视和拒绝 普京谈特别军事行动 俄罗斯将逐步完成任务 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在莫斯科发表国情资文 据俄新社21日报道 谈及特别军事行动 普京称俄罗斯将逐步完成任务 俄媒普京称是西方发动了战争 俄正在用武力制止战争 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在莫斯科发表国情资文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刚刚消息 普京称是西方发动了战争 而俄罗斯正在用武力制止战争 凑败了基辅对顿巴斯的蓄意袭击 报道称普京表示俄罗斯在捍卫自己的国土和人民的生命 而西方的目标是没有限制的权利 俄媒普京称 那些走上背叛俄罗斯道路的人将依法承担责任 据俄新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在莫斯科发表国情资文时称 那些走上背叛俄罗斯道路的人将依法承担责任 俄媒普京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有数百个海外军事基地 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在莫斯科发表国情资文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刚刚消息 普京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有这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 数量达数百个 俄媒普京称在与顿巴斯统一后 俄罗斯将变得更加强大 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在莫斯科发表国情资文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刚刚消息 普京称在与顿巴斯地区统一后 俄罗斯将变得更加强大 俄媒普京承诺尽全力让加入俄罗斯的地区恢复和平 据塔斯社21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在莫斯科发表国情资文时 承诺将尽全力让加入俄罗斯的地区恢复和平 让这些地区民众的安全得到保障 据媒体此前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22年10月5日批准顿涅茨克 卢干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四地分别作为联邦主体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 并签署接纳上述四地入俄的相关法律文件 根据上述文件 四地公民从2022年9月30日起被承认为俄罗斯公民 在提交申请并完成宣示后可获得俄公民身份 普京称 访俄制裁只是手段 西方目的是让俄罗斯人民受苦 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在莫斯科发表国情资文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刚刚消息 普京称 访俄制裁只是手段 西方的目的是让俄罗斯人民受苦 俄媒 普京称西方试图从内部破坏俄罗斯社会稳定 但失败了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刚刚消息 普京称西方试图从内部破坏俄罗斯社会稳定 但失败了 报道称 普京表示俄罗斯保持了经济稳定 避免了财政赤字以及金融体系的崩溃 此外 俄国内劳动力市场并没有萎缩 而是有所改善 卫星通讯社提到 普京还称 俄罗斯不仅要适应新的现实和条件 还要把经济推向新的领域 他说 现在不仅是挑战 也是机遇 俄媒 普京称 俄经济正进入新的周期 据俄新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在莫斯科发表国情资文时称 俄罗斯经济正进入新的周期 俄经济结构具有新的特点 外媒 普京称 俄罗斯核威社力量中现代武器占比为91.3%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在莫斯科发表国情资文时称 俄罗斯核威社力量中现代武器占比为91.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